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己的手扇握 简直 izung 这个正拍真的是手上也带上了婚戒 哇 好球 真的漂亮 哇 两个人在拼正拍 对 好球 好球 哇 打得很 好球 哇 这个 这球真的 哇 又是一个失误 就在第一排 哇 哇 好球 没办法了 放了八球球 短了 对 对 哇 哎呀 来福奇 好球 哇 至少比第一盘多了五个 就是这个正拍的竞争的那一年 所以他们其实有曾经过同一个时期 哇 这个正拍的竞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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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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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哇 好了 没有问题 好球 可以发球的位置 好球 哇 还好球 哇 还好 掉下车 又来了 好凶 正派自身分双方之类都15分 没有办法 但他这个脚成正弥补到他身材上面不止 反而成为他的优势 有了 一分钟的时间 运气不错 他越可以令人激动 只不可把这个死命在救球 就是全美一个球他都可以救得到 Kristova在最后直接走向自己的休息区 他很失望也很沮丧 他等不到 Shubkova来到往前跟他握手 所以Kristova这场比赛 他真的是先胜后衰 那Shubkova逆转握胜了之后 跑去跟他的先生 他的教练 那还有他的爸爸妈妈接受他们的祝福 这太佩服了 Shubkova 161公分 第一次打进到WTA的年终大赛 不但是第一个进入到了四场 还是第一个进入到决赛 他爸爸已经在旁边激动到落泪了 其实男人落泪不太喜欢给人家看到 所以这个时候 眼面 哭泣 不太敢起来让人家看到 那妈妈也是 妈妈在旁边眼面 已经是热泪盈眶了 这是非常动人的一刻